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安 我是兰花姐姐 今天是一个得胜的早晨 上帝说 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 他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个新的早晨 神对我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 每个新的早晨 十字架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 他的信实广大 他的爱恒长 他的救赎伟大 每个新的早晨 神对我深厚怜悯更加倍新鲜 天桥教会是属天的祭司 要将人从此岸带到彼岸 从黑暗的国度 带入圣洁光明的国度 由罪人变为义人 从属世的人变为属灵的人 我们也是红桥传道会 红 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在这混浊悖逆 有如洪水的时代 我们要顺服神的吩咐 坚守我们清洁的心 当我们看见天边的那一道彩虹 就感恩 就知道上帝永恒的应许 永不改变 神要我们从世界出来 带着上帝的爱与权柄 我们期待 我们盼望 台南市将因众弟兄姐妹们 同心合意的祷告 用最单纯的心 赞美和敬拜 向这世界发声 愿所有的艺术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商界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会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媒体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育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家庭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政府部门 机构官员都荣耀神 愿台南市福音化 愿所有的城市都福音化 愿这世上所有的行业都福音化 愿神复活的大能 带领我们迎向新的生命 愿我们的灵魂体都属乎神 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们 都身体健壮灵魂兴盛 家庭富足 生养众多 昌盛繁茂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精英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祝福 使人因我们而蒙福 愿更多的祷告涌进来 我们千人万人的祷告与赞美 围绕在神 施恩的宝座前 愿祂垂听我们的祷告 连续我们 恩待我们 带领我们翻转这个城市 让黑暗的势力都离开 让圣洁大能的光照片全地 愿祂赦罪的恩典 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愿祂复活的大能 恩待我们 直到千代万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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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 我听见上帝的质疑 我愿意赴父亲拜你 我愿意歌舞颂养你 一切都是你的美意 从此不再有心无力 求主思相拥的玉米 引领我 都将难没你 主啊 我是你的 掌上民主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虽然情无流泪之苦 在光业里的梦求树 主啊 我是你的 掌上民主 大海里 树心的珍珠 我愿意拥挤我的全部 诚心所愿 淡淡顺服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 我听见上帝的质疑 我愿意赴父亲拜你 我愿意歌舞颂养你 一切都是你的美意 从此不再有心无力 求主思相拥的玉米 以领我脑袋 以领我脑袋的玉米 主啊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掌上民主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虽然情无流泪之苦 在光业里的梦求树 主啊 我是你的 掌上民主 大海里 沉睡的珍珠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虽然情无流泪之苦 在光业里的梦求树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我愿意赴我的全部 诚心所愿 淡淡顺服 我愿意赴我的全部 诚心所愿 淡淡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 承接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 今天我们跟天父说过话了吗 记得要跟天父领取今天的祝福哦 带着积极快乐的眼光 看待环境 活出做光做眼的样式 这一期里我们谈的主题是 与神同行了没 上集我们讲到 从基督徒属灵的自我认可出发 与神同行的习惯 就会自然而然发生 然而要怎么做到 从心而发的认同自己在圣经中所具备的各种身份呢 我记得出信主的时候十分火热 就像探索世界的宝宝 被开启了属灵的眼光啊 有滋有味的享受神的恩宠 觉得当基督徒真好 然而啊 人生的高山低谷总有时嘛 在面对困难环境 挑战心境的时候 我仍然紧紧捉住神哦 好吧 应该说是根本没有胆敢放开神哦 那时候的心境就是 既然神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说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就一定会照着他在诗篇二十三章四节给我们的应许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而我想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在世上为神做光做盐 活出属神的样式 然后呢我就开始花力气 在成为好的基督徒上 设定了这个目标呢 就向着标杆直跑啊 很有意思的 想要成为好的基督徒 却忘了最重要的认定 其实是我已经是神最爱的宝贝女儿了 这种灵力的自我认定很微妙啊 就有点像是英文有未来事跟现在进行事 一个是未来才发生 一个是现在正在发生 觉得自己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是一回事 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另一回事哦 而行为的改变就是身份认同的改变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维持长久习惯的根本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与神同行的习惯养成 设定可以这样做 不是我要读圣经 而是我要成为一个读经的人 不是我要祷告 而是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不是我要做主日 而是我要成为一个敬拜赞美听主话的人 不是我要祝祭坛 而是我要成为一个献祭的祭司 这样听下来好像在绕口令哦 其实呢其中的道理就是 签伴句是由外而内的目标设定 重点在培养习惯的结果 后半句呢是由内而外的自我认同 重点在长久维持的动机 永远要将焦点放在成为这种人 而不是得到某种成果 固定在天桥教会主日的弟兄姐妹们 有没有发现我们县平牧师 很喜欢在讲道的时候 请我们跟他一起宣告一些 属灵积极正向的言语 最常说的像是 我是神所爱的孩子 我是属乎神的 我是属天的祭司 从我要成为 进阶到我是 这句我是带下了能力 县平牧师啊 他在灵魂里面被神写下这套思考模式 所以有没有发现 好多神迹奇事都发生在 县平牧师的生命里 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当中描述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保罗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 都与基督一同死亡 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属世界的人 而是属灵的 然而 新造的人岂是产子就能改变呢 多少的老我还在里面纠缠着啊 但是好消息是 如果我们真的因为受洗成为基督徒 从内心觉得我们就是那个新造的人 体验圣灵内住的美好 便会产生一个渐进式的改变 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 在一个习惯一个习惯之间改变 持续经历与神同行的微变化 当我们下定决心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基督徒 到肯定自己就是与神同行的基督徒 弄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 接下来就是踏出小小的步伐 去强化我们渴望得到的身份 这样的行动改变很简单 只要每天给自己一些小小的目标设定 然后达成得到小小的靠主得胜 时间久了就能养成与神同行的习惯了 你听过21天法则吗 一个动作重复执行21天以上就能养成一种习惯了 若是21天感觉上仍然遥不可及 我们可以切作7天7天的小单位 每星期为自己设定一些小小的目标 先让得胜的小棋子在心里面飘扬 再慢慢扩大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式 另外建立一个容易得胜的环境也是蛮重要的 例如学习英文 直接丢到全美语的环境当中 进步当然是最快的了 但是如果现实不允许 那么就至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 可以多接触英文的环境 想追剧就追美剧 还把字幕转成英文 想开车就听TED 善用英文学习的APP 多结交要用英文沟通的朋友等等 那么想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就要先从培养简单的属灵小习惯开始 例如每天早晨闹钟设定诗歌 把自己叫醒 张开眼第一件事情不是刷手机 可以躺在床上用5分钟 跟天父阿爸说早安 睡前也是一样嘛 花点时间跟天父说说话 放着诗歌入眠 善用读经的APP 帮自己安排 灵修进度 找到属灵同伴互相 督促克服惰性 再慢慢扩大 培养良好的属灵习惯 这些习惯就会帮我们塑造出一个 与神同行的人生 在这些良好的属灵习惯中 稳定读经是许多人软弱的地方 读经是与神同行 极为重要的辅助工具 透过读经我们可以找到那些曾经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困境的弟兄姐妹 是如何靠主超越苦难的美好见证 也可以不断向神指领祂要给我们的话语 记得刚开始读经的时候 看那些明明是中文却不是惯用语法的语句 整个就吞不下去 然而不读经就没有神的话在里面 几番挣扎呢 我选择先从新译本开始读 断断续续读了一阵子 就是就觉得我这样子 三天不渝五天晒往实在也是不行 于是我跑了一趟书店 买下一些让自己读起来有兴趣的属灵书籍 开始了不正规的灵修 透过圣经之外的属灵读物的辅助 帮助我们解读圣经上的话语 了解神的道要在今天如何应用 但是要懂神读圣经才是最直接的对吧 撒摩尔记下23章2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 祂的话在我口中 而约翰福音16章13节也说了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因为祂不是从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 主证明在圣灵降临之后 祂的门徒所讲的所写的 都是圣灵的启示 里面神圣的权威是主所承认的 所以圣经是神吩咐人写的话 很奇妙的是 在开始阅读属灵书籍一阵子之后 翻开圣经 我竟然开始读得下去了耶 我相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神连结 神看的是我们想要与祂同行的心 于是愿意在我心里放尽对神的渴慕 属灵阅读和一般阅读很不一样 虽然都是透过阅读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但是属灵阅读是多了一个与灵界的征战 来自魔鬼和罪的诱惑 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开始阅读的时候 就会遭受来自各界的干扰 因此属灵阅读必须配合祷告 求神让我们在建立属灵阅读习惯之前 要保守我们的心 不会轻易的被仇敌打断 另外安排读经主题和进度 并且搭配好的辅助的书籍也是很重要的 当碰到软弱 你比如说进入圣经里面 有些比较枯燥无聊的章节 那实在是不想读经的话 就可以用辅助的读物打开自己的胃口 再搭配祷告坚持下去 刚培养属灵阅读习惯的时候 也不用去担心自己读的书是不是太浅 更不要去追求那些看起来 好像好厉害好属灵的书 照着自己的步伐 去找到合适的书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两个我觉得很实用的读经方法 首先是写属灵的阅读日记 一两句也好三五百个字也很棒 最重要的就是抓住阅读之后 给我们那个最直接的感动 用文字累积下来 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 第二个方法 是我在实在安静不下来读经的时候会用 就是朗读圣经 无论头脑思绪专注力 有没有在圣经上面 反正就是把圣经念出来 相信我们的声音和话语都带有能力 即便属世看得见的景况没有变化 在灵界也是有宣告的意义哦 与神同行不是口号 而是渗入我们灵魂 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生活形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今天与神同行了吗 今天的回应诗歌是 我要爱慕你 耶稣 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 请到我的生命 你是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无知情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主爱我可母寻求你 最后我们用主导文做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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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